-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老師推車 哇 開心了 又是開心的一集 欸 這樣我是會很明顯 我們每次拍到特別開心的場牌 就那幾個 呃 對 例如什麼 Toyota嘛 為什麼 為什麼Toyota特別開心 欸 又有東西可以弦了 那時候感覺 是這樣嗎 沒有 B&W嘛 對不對 我們有 對B&W有一點點小小的興趣 還有那個Honda嘛 對不對 拍到這兩個我們就特別興奮 好 來到現場 2011年的EM5 一公尺 好不好 不是M1喔 M1是Centra Centra M1 Centra M1是從2003年 自2007年是Centra M1 B&W的EM 因為它的M1這個名稱 這個型號 之前他們有一個跑車 叫做126上面已經用掉這個名字了 所以當初出這個M的時候呢 為了不讓這個名稱重疊 又要致敬 所以就把這個E 放到前面就變成E-App 裡面是放這個雙渦輪增壓的N54的引擎 好 也就是當初的這個M-Power的引擎 好 有340匹馬力 最高可以到51公斤米的扭力 非常的驚人 0到100只需要4.9秒 好 那我們小吃也是首次啊 有機會一輕方折 好 收到了這台車子 其實有人已經看到官網上架了 對不對 我們也是這個 考慮一下 今天試一試 不錯的話 我就換上架135 還是兩台都不上架啦 怎樣 任性嘛 有錢就任性 對不對 我沒錢也任性 哈哈哈哈 真的我們收集很多手牌車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這種手牌控是怎麼回事 你會不會覺得你老闆很討厭 你都收集到一手牌車 然後看起來很棒 很想開 可是你好像又不能開 你是手牌駕照嗎 我是啊 你是手牌駕照 對啊 我會開啊 只是我不敢開啊 你不會想說老闆那麼多手牌車 我也來練一下 還是你覺得我連自排車直線都開不太好 哈哈哈哈哈哈 還是算了吧 哈哈哈哈 場內移移車就好了 哈哈哈哈 好 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也是第一次看好不好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橘色 就是當初的DEMO色代表色 就是原廠的一個車色 好那這台車呢 基本上我當初會收它的原因就是因為 你絕對想像不到它是一台親子用車 所以呢 這個收回來幾乎接近原廠的設定 前面這個M型的氣壩 就是三個很大區域的這個撞風的面積 它真的是有用的哦 它這邊這個真的是 導風網真的是有用的哦 當初卡鉗跟碟盤都是有加大的 但是它不是牛火塞卡鉗 它是單版 對啊 當火塞 原廠的煞車啊 當時只有給當火塞卡鉗 這應該是M版原來的鋁圈吧 數字狀的 胎皮是2453519 原廠是19吋的鋁圈 雖然前後呢都是配當火塞卡鉗 可是它的那個碟盤 都有這個通風碟加大 前360後350mm 所以自動能力還是差了點 很多車主還是會去改卡鉗啦 前後我覺得還是要改一下 那側邊呢 也有一個M的立體車標 掛方向燈 但是這個很可惜啊 它這個輪壺雖然爆出來了 這裡沒有開孔 這如果有一個開孔 應該會更帥一點 更有殺氣一點的 但是這個M Power 以前最大的一個形象嗎 就是輪壺一定要爆 我是不太喜歡那個時候 我都覺得那個時候的這種頭燈 就看起來有點腿腿的 有點像某種水果 然後上面這個燈眉 可能因為有年代感了 有點黃 在現在來看的話 就感覺起來沒有那麼有現代感 不過那個時候 它剛出的時候 我就對這個車頭 就不是有很大的興趣 說實在話 水滴型的後照鏡 就中間有個洞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那個空氣滴雪 你知道嗎 下雨的時候 可以看到水滴從這邊這樣 好類似這種感覺 這裡有個水滴 然後它折起來就是往上翹 好不好 那時候 把庫尼亞往上翹是很屌 很多車子改裝都要去改成往上翹 包括喜美 那時候K8要改電折 很多車要改電折 都要改成往上翹 就從Mpower開始 再來呢 全部都是亮黑色的窗框 包括還延伸到這個後視鏡 全部都是這種黑化的 那這台車之前停的都是車庫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窗框周圍的橡膠部分 保存的都非常好 後擋風玻璃的這些橡膠 的那個膠礦都很好 你用手去摸 甚至都還感受到它的那個彈性 完全都沒有硬化 不像13年 如果13年的時候是停在外面的話 已經都硬化 而且均裂可能都脆化掉了 但是呢 這一台呢 所有的膠的部分 全部你用指甲 手指去摸它 都還感受到它那個橡膠的彈性 所以我的猜測 這台車應該是從出生 一直到現在 一直都是在車庫裡 搞不好過的最苦的時間 就是在我們店裡 我覺得很多車 最苦的時間 都是在我們店裡 因為我們店裡了不起 只有棚子而已 有啦 我們有倉庫啦 可是你一旦販售 就不會在倉庫了 所以其實沒辦法 我們沒有那種室內倉 沒有那麼大 後面呢 它的這個最大的一個特色 就是這個輪輪 好 一樣爆歸出來 好 小屁股就是四出的尾管 好 那這邊有一個M車標 那時候Mark好小 然後這短短的屁股啊 這個車其實當初出來啊 我覺得它側面看起來 比例有點怪怪的 就我覺得它屁股 有點太短 要斜背不斜背 要先背不先背 苦背不苦背 很像以前那種雷諾R19那種 就你搞不太清楚 它到底 這個定位是哪一種車型 我們以前的苦背 帥就像喜美苦背好了 它就很流線 對不對 可以藏在貨櫃車下面 你這樣 比如說 很帥啊 扁扁的 然後細長的 有一個流線型 然後這個不流線 然後 又沒有 先背車那麼可愛 對不對 先背車胖胖啊 圓圓啊 或怎麼樣 比例上面看起來就很像 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玩那種迴力車 Q卡 IQ卡 還什麼那種 有沒有 Q版的卡 有些人會把車 化成正方形的 把它縮短拉高 對 Q版的那種卡 那種 就覺得很可愛對不對 這個又沒有到那麼可愛 所以就看起來有點逼機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短屁股好了 這個是什麼 啊這個是 我跟你講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應該是掛衣服的吧 我猜啦 我猜猜這是掛衣服 哦 衣架 衣架啊 我猜這應該是衣架 只是這是要差哪裡 那看起來像原廠的東西 觀眾朋友告訴我 這差哪裡 先起來呢 它的電瓶就在後面 其實你知道電瓶在後面有一個最大的壞處 沒電的時候你頭很痛 你看喔 它這個後車廂只靠這個電控 是靠電磁發嗎 對 也沒有鑰匙開關 所以一旦沒有電的時候 你要接電 你後車廂擋蓋 啊 白癡 引擎室就有正負階級了 哦 對不對 從前面接就好了 傻了 整個都傻了 太久沒有接電了 沒電 從引擎室它有那個正負階級就可以了 好不好 更正 我們要搞了半天 好 從後面看啊 其實特別突出的就是兩側的輪弧 可是其實有時候 阿呆你會覺得那個輪弧太凸也其實也怪怪的 太凸也不行 就有點像拉力賽車那樣 其實有時候那種DTM啊 或拉力賽車那種 其實就是為了要比賽 所以你市售車你弄得太過於像賽車 其實它不見得是有美學的 我認為是這樣啦 坦白說我覺得這一台凸的就有點怪 不符合比例的感覺 所以這個其實有時候功能性啊 未必在路上 你改成像賽道一樣就一定是帥 好不好 那我們先去開一下引擎室 看那個接點好了 好啦 竟然講到這邊了 白癡 在那邊想那麼久 想半天 有沒有 正極在這 好不好 夾這裡就好了 好燙喔 這個BMW工作溫度真的很高 你隨便摸這個雨刷就好 超燙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這個 所以說呢 為什麼BMW常漏油的一個原因就是 它裡面的一些管路 柱膠橡膠的管路 真的老化一定會比較快 因為它環境真的是蠻嚴格的 再加上台灣的天氣 也不能怪它 它如果活在北海道 它可能活得很好 它活在日本 活在歐洲 它活得很好 它是來你這邊 整個藏肉油 你看它連這個避震器 上蓋都有一個APP 你看這台車圓不圓 很原裝喔 然後我們順便看一下它避震器好不好 我們剛剛一直在覺得它避震器很棒 它到底有沒有改變 而且你看原廠裡面就藏了一個拉桿 你有沒有發現 就是這根嗎 這根進去 對 延伸進去擋火牆 然後再管路 從側面看它 它是改裝的還是 好像原廠的耶 它原廠看起來就很粗壯 而且開起來很像改裝 但是舒服很多 過彎的時候很穩健 然後過坑洞又不覺得很突兀很彈跳 蠻推的 所以這就是MPOWER的實力 所以我們之前有開箱過M3嘛 其實這個MPOWER它整個底盤的那個鋁合金大量的使用 輕量化 還有它的配重 所以它整個底盤的反饋 真的做的蠻棒的 MPOWER不是只有外面MPOWER以及MPOWER而已喔 所有底盤的東西都是不一樣 我們之前146的時候就有講過這件事情 我們有328跟M3嘛 那時候其實比起來雖然長得一樣 整個底盤形式是完全不一樣 連油箱的位置都不一樣 你記不記得 真的是大不同 所以我相信 這個整個底盤的料件 其他的182 一般版本的 一定有蠻多地方 用料是差蠻多 差異蠻大的 295萬的金車價格 好不好 POWER by BMW M5 最後的直流 那在接下來就B型氣缸了嘛 對不對 好不好 最後的直流 好 再來就無框剝離啦 看一下內裝啦 那內裝的 橙色啊 除了這個門檻上面有這個M字樣的這個 護定的飾板以外 門板上面都用反皮 包含你的把手 好 都是用反皮的 中控台上面呢 也有小範圍的 幾皮的一個包覆 哈曼卡等的影響 但是呢 在M POWER上面 他用的就是這個皮椅了 你看像很多都是這樣 你 我當初的M235是幾皮的 但是你如果是M2的話 我記得就皮椅了 我自己是喜歡幾皮的啦 我是覺得皮椅 偏滑啦 好 那這邊也有腰靠 上下可以調整 還有你的翅膀 都是可以做調整的 然後這邊有兩組的 記憶電動椅駕駛座 那當然連方向盤 都是用反皮的 中控台 除了儀表板上面的幾皮以外呢 在副駕駛座 這個冷氣孔下方 也有一條幾皮的一個飾板 車紅線 儀表上面呢 是影底的有M字樣的儀表板 當時的這個 還有第二個M2 跟這個235M F4代那時候 還有一個很不成文規定 正M不會有天窗 反而235那時候有天窗 所以我多年前在開 E35M的時候 Cube啊 E35M Cube的時候 是有天窗的 但是1M沒有天窗 這怎樣 未曬道而生嘛 結構嘛 那螢幕呢 中央螢幕 寸數蠻小的 看一下 發動一下 這發動的聲音 總是也要給觀眾乒乓解 其實直六發起來就差不多這樣 大排氣量直流 那235M E35發起來 就差不多是231 應該不用坐後座吧 給大家看一下後座吧 我坐了以後座應該是不用坐的 我真的佩服他 可以載小朋友 然後再來一個M 那時候的M版本就是一定黑頂篷 如果不是M版本的BMW 它就會是淺色的頂篷 這就是幾個比較常出現在M版本上面的一個造車的習慣 這樣子 好啦 而且啊 這台車我覺得 第一個 為什麼我會覺得它是車庫車 除了它外面的膠條以外 其實它內裝的所有飾板的按鈕啊 都沒有看到有什麼退漆 環保漆的一個狀況 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它的PUSH START的地方 一點點的拖漆而已 其他都保持得很好 而且也都沒有那種黏黏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當初啊 它來估這台車的時候 我就蠻有興趣的 馬上就把它收回來 好啦 接下來 爽一下吧 八億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Albic 全球領先的鋁美合金複合材料車輪製造商 BM 好不好 一公尺 所以三台EM就變成CM 我跟你講 這在數學來講不能這樣講 因為你三個M之後 M也要撐三次 好 這個340匹馬力 45.9公斤米 最大可以到51公斤米 因為它可以超增壓嘛 會多5公斤的扭力 3.0的雙渦輪 它有一個大渦輪一個小渦輪 這個底盤代號E82 不過我還是蠻熟悉的啦 因為我前一陣子都在開我的M135嘛 然後那F4帶的 所以在這個軸距上面啊 還有室內的配置上面 其實蠻相近的 所以整個我上來就現在 雖然是第一次來試車 蠻有熟悉感的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開喔 六速手排 哇 它這檔位蠻紮實的 它的情況不錯 11萬公斤 N54的引擎 我記得N54的引擎是雙渦輪 N55引擎變成當渦輪 你要插針一下 會不會吐槽 我覺得這種很專業的東西 網路上臥虎藏龍 呵呵呵 講錯會被人家吐槽 不過我們也不是神人嘛對不對 我是從來沒有在吹噓自己的 車的專業能力啊 我是偶爾會吹噓自己性能力而已 呵呵呵呵 0到100只要4.9秒 我跟你講這個車 2011年的車 已經多少年了 13年了 4.9到現在還是很猛吧 遇到電車還不用讓它吧 這個數據啊 一直直到13年後 還是一個蠻可怕的數據 而且再來一個 0到200是17秒 至於我怎麼知道的 我看數據的 不要以身試法 現在扣擺很嚴重 好我們知道它達得到 這樣就好了 這台車可以說是這個M2的前季車款 有人說沒有這台車就沒有M2 有一個都市傳說說 這台車原本只要做300台而已 而且當初是BMW工程師 想說裝看看 把那個M泡盒已經進行 N54雙污輪想說裝進去 塞看看 我覺得這個才是一個天馬行控的想法 就像我也會這樣想 就是今天假設你是在造車的人 你現在造出了一個182的底盤 小小的這樣可愛可愛的 你就想說如果這個M Power已經 塞進去不知道開車會怎樣 都會這樣想嘛 好滿有趣 後來總共生產全世界6300多輛 那台灣幾輛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所以數量是真的是不多啦 滿難得有機會接手的 而且大部分的玩家已經到手之後呢 只能說你在不缺錢的狀態之下 沒有賣它的理由 要論這個保持性跟收藏性 我覺得還是這樣子的車子 那你如果在這個有賢錢的狀況之下 這台車實在是沒有賣掉的理由 這台車你以這個M Power的這個引擎來說啊 其實它整個軸距大概只跟以前的130差不多而已 所以它應該可以稱為軸距最短的M 正M 再加上後面沒有再出了 後面都是M2了 其實M2就是EM後面 EM出了以後 它覺得想要再出這一種 短軸距的M Power 所以它就用M2 來接續 那我目前看到現在我覺得整體啊 開起來很穩定 車身尺碼是最小號的嘛 這個感覺起來在沒有開之前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稍微會比較 比起它的其它的哥哥們來說 應該感覺會比較沒那麼穩定 但實際上你開上來 也有可能我覺得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啦 好 別讓你本身底盤做得不錯以外 它的引擎 我覺得應該是蠻重的 好 車重也壓到了一頓半了 那引擎應該就佔的蠻大的重量 它有一個快捷線在這裡就是M2 可是它只有兩個耶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Eco 不需要 不需要 那個時候沒有 沒有這個概念 那時候吃到油 吃油兇跟更兇 它這台的波箱很紮實耶 比我那個135的波箱還紮實 就是那個入檔的手感非常的明確 很穩固 照顧得還不錯 我這一台的前車主 它原本是用來家用的 載小朋友 你敢信 這個載小朋友 這個載小朋友 他捨不得賣耶 這是他的夢想 我跟你講啦 他來賣車的時候我們聊了 我學弟啦 不是本來就認識的學弟 第一我一屆的學弟 小偉一屆的學弟 那個什麼 萬方國總 他說要用這個車載小朋友 那為什麼賣車 他不得已 他帶小朋友移民到加拿大念書 當初為什麼我會想買這台車 就是因為它是用來家用 所以比起那一些可能 會去競速啊 會去大改啊 但是我覺得在我們觀感上面 我會覺得說 它幾乎都是維持整個原廠的設定 那我們接手總是覺得比較 感受上會好一點吧 你教你朋友是覺得 教到他就改好比較好 還是 你教了以後速速的 然後 在你手上慢慢改比較好 好 速速的 要改也是在我手上改 對這種概念 就跟你的小粉紅一樣 要撞壞也是我來撞 好 我們要上山路 這個車山路才是他的 才是他的家 好厲害 這變性好讚喔 過彎貼地耶 對啊 這變性太有質感了吧 而且這軸距 這比我那一三五還好開 再把一三五賣了 丟這台 這台 那一轉彎就知道了 也差欸 我那一轉彎沒有 這台 有那種 切豆腐的感覺 我那還沒有這個感覺 還是這台比較短 要比一下 要比一下喔 你查一下 查一下數據 讓觀眾朋友知道一下 真的啦 這台過彎 比我那台流利好多 我那台我覺得已經算不錯了 但是我那台避震器還是有一點 小軟沒那麼硬 但是他這台也不是死硬啊 但是他過那個彎啊 超級無敵有夠準確的 他現在跟著線就跨過去了 油溫滿高的 油溫到120度 他這一台 我記得他當初這個1M 就是這個M Power系列啊 其實他為了控制他的高工作溫度 那其實在這一批上面 他多了機油冷卻器 跟加大的冷卻的水箱 那就是為了要加速他的冷卻 還有前面的這個氣把 加大了他的撞風面積 應該是增加30% 所以其實他在這個冷卻上面啊 有下了一點點的功夫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其實這個已經算是蠻末代 就是 也不能說蠻末代啦 其實再往下面之後 M Power越來越 電腦介入會越來越多 那這個裡面呢 機械的部分還算在你使用上面 操控上面 你在行駛上面 你還感受得到 保留那麼一點點的 原始的操駕感在裡面 包含他的轉速的攀升啊 你不覺得說有那麼多的保護啊 在裡面 還滿直覺的 而且啊其實像這種 BMW的車啊 其實一直以來 為什麼會被很多 對於性能跟操控 迷喜歡啊 或者是跟性能跟操控 沾上邊 並不是說他排氣管很大聲 或是他馬力很大 他底盤很好 除了這些以外啊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他的方向盤的手感的 底盤的回饋的路感 其實是很棒的 你看多機械 他只有畫一台車而已 什麼都沒有 你只要快接觸到 就BBB有那個 有黃色 對啊 黃色綠色那個而已 我剛剛講到一般對不對 他方向盤啊 其實那個路感的回饋 跟方向盤的那個 重手的感覺 其實一直到 最新世代的BMW 都還是這樣 雙B雙B被掛在一起 其實雙B 是截然不同的手感 賓士其實就不會這樣 賓士的手感就很輕 一個是文車 一個是武車 對 所以我現在看到很多的 八 八十幾年次以上的小朋友啊 八跟九年次以上的小朋友 喜歡開一些C300改管子那個 其實對我們來講 他們覺得這樣是武車 其實不是 只是看起來像武車 開起來根本就沒有啊 所以反而我們所謂的武車 應該是那種 開起來就是那種 整個馬力啊 加速啊 還有這個方盤回饋啊 底盤啊 等等那種感覺 我們會覺得 賓士啊 會比較偏斯文一點點 不過認真講 雖然我們在講說 它是這個 當活塞卡前前後啊 但以我這樣三路開起來 當然我們不是在賽道很激烈的 在吵架的狀容之下 其實我是覺得 我開起來我是覺得 是還夠用的 那種銀底的 欸 它不是紅字耶 它是銀底白字耶 Mpower有抓到300 表底 防滑亮了 我的彎中補油門 防滑燈在閃 但我沒有覺得它有要滑的意思啊 它可能有在做動 它可能有拉了一點點 嗯 那我剛剛沒有感覺我會滑啊 之前試一些手排車啊 Sweave Sport啊什麼 我是會習慣單手這樣搭檔開 對啊 但開這台車啊 我不敢單手耶 我打完擋我手會回來 感覺有點可怕 現在開這個車子出去啊 年輕的女孩誰懂 沒人懂吧 你只有老人懂而已喔 不要說年輕的女孩 男孩都不太懂了嘛 只知道是B&NW 老的B&NW 男生可能都不懂 年輕人可能都不懂 這個真的是蠻稀有的車子啊 就是本身的數量很少 那隨著年紀過去了 完整的也越來越少 其實這個車啊 有一段時間 它的那個 價值是有往上拉的 就是少數二手車價值是 二手車不是都一直往下掉嗎 嗯 其實它曾經有在 大約三四年前的時候 它價格曾經有拉上來 現在又稍微又掉下來 當然這個我也沒講 老掉重提了吧 它這個配重就是50比50 這就是B&NW的工程師的編子 他們甚至還研究過你的油箱 的位置 的位置 然後你油箱是滿的 跟你油箱是一半三分之一的 那個配重的影響 好啦那這一台車呢 我們是從這個客人的手中 因為它移民了 所以呢我們才有緣分收到這台車子 那也滿感謝 我們這個也是長期以來的 觀眾朋友還是學弟 如果你在加拿大有看到影片的話 在這邊先謝謝 把你的愛車交給我們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台車其實當初在收的時候 坦白說我 我並沒有很了解這個車的 確切的行情 那我也大概也是研究了一下 銀行建價的價格 那跟這個網路上大概在販售的價格 從120到150都有人在賣 我記得我那時候研究的時候是這樣 現在我不知道 最後我評估啦 我也不一定準確給大家參考 實際的成交價格呢 應該大約是在100萬左右 就是我跟這個 我們出去收車啊 那我們店裡面的收價 目前是138萬 收藏價收藏價 學一波 你不要來買沒關係 這樣會很奇怪嗎 算了 不要再談到這個話題 那個談到這個話題 我都有一點鴕鳥心態 每一個都想要留著 又覺得留著很煩 又站車位 又站車位 要照顧他 看他髒也很煩 然後又沒辦法 每台都開得到 久久才會開得到一台 這樣那種感覺 其實我遇過 網路上有遇過一些觀眾 會私訊跟我聊天 其實有蠻多收藏價 都也是會碰到這個問題 就是想賣又捨不得 然後看他放在那邊 積灰塵 又很心疼 可是他又開不到 然後要賣給我 跟他出價他又覺得 聊不下去 然後就聊聊聊 我就說其實你的心態 我太了解 這真的沒辦法 無景 感嘆怎樣你知道嗎 自己錢賺太少 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這一代我好像 感覺怎麼在路上 看到好像都橘色的 對啊這橘色好像常見 他是沒有出別的顏色 我看到 網路上有查到白色 你有查到白色是不是 黑色的 你確定他是正的 確定了 因為他是新車開箱文 哦 新車開箱文 哦 那是我們這個 見識淺薄 這路上沒看到啊 他整個顧得不錯 你說整個袋數很穩 而且剛剛看他引擎室啊 整個管路什麼都 都看起來蠻新的 沒有很破舊的感覺 那這台車真的 在我估計啊 因為這個前車主他也是買二手的 但我估計這台車從出身 到現在應該都過得不錯 出身豪滿 而且啊 溫度真的蠻高的 我看他沿路 今天室外溫度 我們的儀表顯示33度 然後他的整個工作溫度 機油溫啊 這不是水溫 這機油溫 機油溫都顯示在將近120度 一般都幾度啊 機油溫度應該 110度 因為機油溫度會比水溫高一點 因為水溫要去降油溫嘛 BMW的工作溫度光水溫 應該都會過100 就是比BMW更高 比日系車都高 對 比日系車都高 好啦 那最後呢 這一台2011年的BMW 1M 難得收到一台車 跟大家分享 跑11萬公里 有任何行家對這個車 因為這個車數量也不多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有什麼行家錯誤指證 留言討論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欸 而且這邊有個好可愛的胎壓顯示 我沒看到那麼可愛的胎壓顯示 你有看過嗎 你說這麼小一個嗎 對啊 很可愛 我好喜歡喔 這太小了吧 欸 很可愛 很棒啊 我很討厭那個加裝一大堆 OK 我就拍滑 不是啊 這樣你是看得到的嗎 我看得到 2 2 怎樣 還是因為就是這樣你才看得到 這距離夠遠啊 你不能用我配老花眼鏡你就這樣 這距離是OK的啊 反而它更近我就模糊了欸 好可愛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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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